他与李大钊一同被押赴刑场,眼睁睁看到19名同事牺牲在自己眼前,但他依旧毫不畏惧,被绞死时才19岁。 他就是抗战女英雄张艺兰,因身份暴露被敌人抓获,在狱中遭到了非人的折磨。 面对各种酷刑,铁血战士坚真不屈,意志坚定,无计可施的敌人将其绑到绞刑架,让他看着老师李大钊和其他同事牺牲。 他是最后一个,敌人希望他能够害怕投降。 但不如人意的是,张艺兰不但不怕,反而坚定了赴死的决心,英勇就义十年仅19岁,让我们向英雄致敬,缅怀革命先烈张艺兰。